根据法令规定 分普泥残留量减出量低于5ppb 才算检验合格 台湾市农业局第一时间 紧急针对29家淡机厂采样抽检 第一批的名单当中 新设一间畜牧场超出标准 不过在复检的阶段也顺利的通过 台湾市的淡机厂全数过关 但问题弹的世界 已经影响到了消费市场买气 淡价也出现下滑 农业局出面为淡农澄清 回消费者多多选购台中的安全弹 从前人员一身密布通风的防护衣 进入神岗一间淡机厂来采样抽检 分普里汶提弹延烧全台 台湾市农业局 更针对辖区内29间的淡机厂采样 将样品送到中兴大学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中心 24号的出现名单中 仅新设一间畜牧场超标 短短两天内就把所有的淡机厂 所产的弹做完全采样送检的动作 虽然有一家在出院的时候 有疑似被污染进行 可是送复验以后也是有ND 所以在这里要再次重复台中的这些弹 生产出的弹目前是安全的 而且品质很好 与法令规定相比 新设的畜牧场芬普尼残留量是高出镜2PPB 因此农业局在进行复验 26号选礼通关 而台中在这一回的芬普尼困体弹事件当中全身而退 我们也实际走访神刚一间知名的淡机厂 有30年经验的业者表示 机份的清理与环境维护是关键 容纳三万多只淡机的地方 每天出货有150箱 而这里的淡机厂却没有南魂的二丑柜跟满天苍蝇 是农业局眼中的模范生 其实为了替消费者的用戴安全把关 农业局的联合鸡茶小组 每个月都会来定期抽检 我们农业局有定期的去做飼料跟鸡蛋的抽检工作 我们会持续的去进行这些抽检的工作 然后会加强这些蛋农的教育 受到芬普尼困体弹事件加上中全普度影响 蛋价下滩到每台金20.5元 而买气也有下滑趋势 农业局也出面呼吁消费者可以安心选购 我们目前的芬普尼的容许标准 长久容许标准是5ppb 那事实上在一些国家包括日本韩国 他们都是20ppb 我们的这对蛋的标准 要求标准是比国外严格很多 而且在这种状况下我们都能够符合标准 所以我这边呼吁大家台中或是台湾的鸡蛋都是安全的 与其他县市不同台中鸡蛋产地自销 也有农业局来做把关 消费者可以证明箱子外有履历标准的蛋品 查明去牧场就能够吃的安心也放心 记住你这样人家话台中采访不到